从初中到现在 我做过十几种工作 有的是突击取巧的 有的是脚踏实地的 我可以不要工资免费的 不受地域的限制 不受时间的限制 可以接受非早九万五的工作 三十岁之前 准备是挣一千万吧 最少 我之前像一匹野马 但我今后要做一只骆驼 脚踏实地地去走好未来的路 刘大鹏23岁山东人 山东大学市场营销专业 大家好 我叫刘大鹏 今年23岁来自于山东 今天的求职一项 第一 助理类 第二 营销类 我的优点 第一 我可以免费 我现在不在乎工资 第二 不受时间的限制 我可以接受 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 第三 不受地点的限制 北上广 以及长期出差都可以接受 第四点 我的经历蛮丰富 从初中到现在 做过十几种工作 我理想的企业 第一 有好多老师带我 第二 学习的机会多一点 发展的空间大一点 谢谢大家 你看你也是穿黑西装 我也穿黑西装 你就穿得比我帅 手势也比我孝杂 还有几栋是吧 站过来 来 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我推荐理由很简单 大鹏他是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 对 他之前干过很多投机倒把 这方面的各种事 然后也挣过不少钱 他是脑子还是很灵活 也是非常的努力 只不过原来没有走在正道上 所以希望在场的那位好心的老板 就像你们刚才争美女一样 争美女一样 然后能够收留大鹏 能够指导他 你这是在脱姑啊 你是要写遗嘱啊 什么意思呀 求求各位好心的老板 收留了 收留一下这个孩子吧 因为我要不这么说 一会儿你们面试的时候 就是看那以前做的事 我就怕你们劈里发都把灯给灭了 咱们还是听一下以前做的事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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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来吧来吧 这么说吧 可能我们还会很精彩的面试 请耐着心子来听听这个浪子的故事 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投机倒把的事 给我一一围围到来 既然想在这个舞台上改过自新 求得最终人生正确的方向 请你坦白交代 也没有说是那么严重 从初中到现在 其实多过很多成功的事情 我引以为好的事情 就是说好的我说 坏的也说 都说 我不求完美 但求展现的真实一点 高考部就是作弊考入大学的 这点非常无耻 你说慢一点 这点非常无耻 这点非常无耻 高考作弊 考上的大学 怎么作弊了 结合天使地理人和什么的 把镜子 你说慢一点 抱歉 把镜子砸碎 就砸成小片 把镜子砸碎 砸成小片 打成小片 放在掌心的某个位置 掌心的某个位置 用双面就要粘上 然后就很自然地这样 比如说这刻桌吧 这样考试的时候这样 就反光看后面的 这怎么看 他眼睛离这么近 这需要你提前训练 还有训练 不是 这眼睛太近了 这怎么看后面 这完全可以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 对对 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你这样反光 很自然地 那怎么训练呢 我发明的嘛 我就大体 你发明的 那你怎么知道 我会发不齿的一个事情 那你怎么知道 后面谁的成绩好呢 对 这是修个很强的人们 比如说我第一场的时候 我要打听到前后左右 我要敲谁的嘛 就是我要发动 我所有的人们 去调查所有的 然后选择一个最右的 然后就去操嘛 最终你是考上了大学 考了多少分啊 反正比我真实成绩 多考个200分左右吧 这率的正能量 这个太无耻了 太无耻了 小聪明 偷鸡取巧 只会赢一时 会输很久很久 就像后来 就被大学开除了 你被大学开除了 如果你没有被大学开除的话 你还会今天在舞台上 说出曾经的这一切吗 会啊 也会 对 如果你没有被学校开除 你说了这一切 很有可能 你的毕业证 一定会吊销 那或许就考虑一下了 你后来又因为什么 被开除的 后来到火索 就是跟宿舍人 再去喝酒嘛 断片了 然后就打架了 就打架了 就说明你并没有因为作弊 而感觉到后悔 愧疚而好好学习 你进入到大学之后 又开始喝酒打架 对对对 我就是说拨赢 没有好结果嘛 没有好结果 对 你现在是没有毕业证的 是吧 对 除了刚才说的这两样之外 还有什么投机倒把的事吗 比如说是 比如说你的车有违章了 有50分吧 但你驾证不用扣 我用大学生的 驾照 对对 用大学生 他用不着嘛 比如说我50块钱 帮别人扣分 收了 卖给你200 比如说这样 你因为这个 挣了多少钱呢 不是 我做过还很多很多事情 总共赚了100多万吧 你赚了100多万 对 你还怎么走成100万 你收入 你还有放高利贷呀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高中就放高利贷了 还有市场需求 有需求你 是给同学放是吧 对对 同学 我们学校是寄宿式学校 你立有几分啊 你的资金多大规模啊 当时 我的生活份 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就是我剩下那个情况 就是我们是寄宿式学校 有很多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每个月给他们3000 他花没了 跟家里要 家里又不给 这个情况我去帮助他们 你收几分息啊 400块钱 一个月100 你够高的呀 月息25% 月息25% 也算高的吗 太高了 对呀 年息25% 都很可怕 对呀 你可以啊 绝对是高厉害 我 他那个算法呀 如果月息25%的话 因为是负荷的 这个钱滚 钱滚钱 力滚力 我不是说费力都要 都要 他比如说他欠我 不是你怎么老干坏事呢 我解释完 他需要帮助 他没钱花了 什么他还叫他需要帮助 你那叫帮助吗 人家 没钱花了 没钱花你那叫帮助吗 那个 你吃人不赌骨头啊 你这叫 那个大鹏啊 大鹏如果没有人 有人没还上怎么办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事情 没人还都是同学 我毕竟 我可以 比如说一千据 换八百 也无所谓 多说给我点就可以了 这样 他并不是说费力 对吧 除了这个 还干了什么坏事 没了 当然你这所有的事 全都跟钱有关 你怎么这么需要钱呢 他也不是说需要 他有那个需求 感觉有失常 感觉都在呼唤我那种感觉 他刚才说什么 有这个需求 在呼唤他 在呼唤他 他的意思就是 他愿打 但有愿挨的 对 只要这个世界上有需求 他就要去满足 有这个需求 是站档的还是不站档的 不好意思各位老板 我觉得 我有点看不下去啊 因为其实你刚才在说 你作弊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的直觉就觉得 你并没有真的反省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 你是在炫耀你的小聪明 不不没有 然后就到刚才你说 需求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依然是轻描淡写的 觉得说 我没有看到 说实话 我没有看到 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错误 我个人的感受 其实大方 非常抱歉 因为我的表述不到 跟你做错误 他能说出来 我这个就想改正 对 所以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想脚踏实际 我可以不要工资 十个工资小时以上也可以 不用表洁心大方 你不是说过 你还做过很多正能量的事吗 对 你讲讲 正能量的事 你可以不要工资 但是最后你获得的 远远超过工资 你不要工资 会让我们感觉很不安全 更危险 对 这样 我们让给大鹏两分钟 讲讲你的正能量的事 比如说从初中的假期 我就在莱冈集团做过保安 然后初中的时候 我给我家联系成了一笔生意 赌交友额的一百多万以上 然后 你打算你初中的时候 对 初中的时候 一百多万 具体什么生意 为什么能让你做什么 我家是做花生油 然后就是我一个学长的哥哥 是我们某个领导的儿子 他的下属是负责这方面的 就通过我跟家里这样 然后我问一下 有没有给回扣 反点没有给你 没有 回扣是没有的 我想说两句 我一直没说话 看着你们这嘚巴嘚 一直在那嘚 我宁愿相信每一位选手 在这个舞台上 是真心地想要从零开始 我再问你 此时此刻 再回想你刚才的那段表现 刚才那段表现当中 有没有说违心的话 有没有 没有 在当时那个阶段 我就说 那是小偷鸣 后来肯定会输的 就是赢 只是赢一时会输很久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要说出 你接下来所做的一些 正能量的问题的话 我们给你一个机会 面对着大家 面对着镜头 对于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 做一个告别 虽然这个东西很形式化 有些人可能认为没有必要 我认为这个仪式感 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上电视吧 第一次面对于 所有的广大观众 包括你曾经舞弊过学校的老师 包括那些放过高利贷的同学 包括你那些贩卖 一些价考分数的 那些所谓的客户 对不对 对着镜头 自己说 我做得非常不对 以后真的不要学习 上午中 做种偷鸡捣把的事情 真的会输得很惨 可能会有意思 我是真一 我所说的那些 我以后绝对不会做了 如果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见到我在做类似的事情 可以举报我 或者侮辱我都可以 好 接下来你可以说 你做过的正能量的事 比如说我在大学做过一次兼职 然后就是我自己做兼职承报了 每天可以赚几百块钱 然后就是我大学里做招生 负招生的工作 挣了五万多肯定 这个事情 我了解它一个流程之后 我会让别人去做 比如说我制作招生的大体流程 我会召集一帮人去帮我招 因为发了名片之后 雇人去发 发之后他们放假之后 他们都会去传播这个消息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刚才做的 那么多投机导把的事情 我想问你 你是真的对钱有那种渴望 还是说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 或者没有想到的事情 然后你能够做成的那种成就感 就是你做这一切 你最终的初衷是什么 有什么批发着你去做这些事 我想多接触社会 也不是说完全为了钱 或者完全为了审视我自己 我感觉特别无知 那为什么你做所有的事情 都跟钱有关 而且都是高额利润的钱 带着一大金表 而且就是感觉他碰了钱 就控制不住自己 对对 就是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你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他有点经营头脑吗 对 其实他有商业的那种 其实他挺有商业头脑的 包括他刚才帮人家招生 他不是自己去做 他会招一帮人帮他做 其实他也有管理能力 他嘴巴不善言辞 脑子挺灵光 就是没有用在正路上 但是对于职场来讲 最可怕的是不可控 对啊 就是如果一沾着钱 因为今天他可能说得很好 我不再干了 结果明天突然也许 见到啥 来钱特别快的 心里又痒痒了 老板们会有这个赞心 自制力 对 如果万一缺乏自制力怎么办 我们的怀疑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们还是从正面的角度 相信一个人愿意悔改 你愿意相信他的坦诚 你可以留灯 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心里到底要去纠缠 他到底是不是真心悔改 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验证 这跟悔改可能还没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他的脑子太灵 所以现在如果到企业里边 就很怕说 他不是去替老板赚钱 而是他想着怎么把老板的钱 赚在自己的兜里 不过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个选手 到台上来有什么作秀的嫌疑 第二呢 他现在到你们公司 去找一份基础性的工作 挣那么几千块钱 跟他原来的投气倒把相比 好像也就杯水车薪 他也犯不着这样去做 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质疑 有那样的质疑 你可以保留这样的质疑 也有些人可以愿意相信他的悔改 你自己选择吧 好吧 第一轮选择去 还有八盏灯为你保留 还不跟这八位老板说声谢谢 谢谢 谢谢 这些是愿意相信你能够悔改的人 才会保留 好吧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唯有才 他做营销和销售嘛 这样 你把叶子龙那边的近视手术 卖给富华资产的小孟 你把这样的一个手术卖给他 我们医院做近视手术 你让他来我们医院做手术 因为我现在的能力 跟你所了解的不是很全面 我大体说下我的方法可以吗 好 听你思路 第一 如果我真有幸 第一 我如果真有幸 跟这老板交流的话 跟我大老板 我不会说单纯的 上次推荐一个手术 我跟他或许谈一点合作 哪怕一点点 第二 单纯的 向他推销这种产品 我首先 第一 我会了解他的需求 我不会上来说我们的产品 第一 了解他的需求 你了解吗 你现在就可以了解 你可以来了解 现场说 现在就开始 孟总 因为我为什么挑你 他刚刚跟我说 他就想去你那 他就想去你那 真的啊 对 你有福气了 来 开始了解 抓住这个机会 来 试试 你好 大方 咱们的产品的优点是什么 精密手术 激光治疗近视 安全 稳定 可靠 你好 老师 你的眼睛近视是多少度的 你好 两百到三百吧 两百到三百啊 随着这个近视的加深 可能会越来越重的 比冬天也不是很方便 还好我经常运动 所以我觉得对近视还有帮助 经常运动 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来 来替你摘掉眼镜 安全 可靠 无后遗症之类的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我是对那种风险极度排斥的人 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 你发现没有 我们这边有 他自个儿干这事不行 但他刚才一上一说 我来提方法 他拉团 他很上一指挥别人去干 但他自己做营销真的不行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如果菲尼莫署 现在来了一个求职者 跟你一样 你是在场的一个boss 你现在想要这个人 但是你必须用正确方法引导他 让他浪子回头 你会怎么做 通过几点 一 二 三 给我们讲一下思路 第一 看到他是否真正的回头 第二 他有没有一定的才能 有没有一定的潜力 我感觉这两点挺重要的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考察你的 就是我们看不到你的个人才能 通过你的语言的描述 都是一些成功的段子 对 所以现在很糟糕 看不到你的实气 就是这样 他呢 你看他所有这些 全是卖熟人 杀熟 同学 他有可能是 进到我们企业里头 去杀生啊 他的能力到底在哪 甭管他杀熟还是杀什么 他的能力到底在哪 他这个脑子 灵光到底是体现在整合资源 发现客户 观察力还是哪方面 比如说是 与人脉这方面的话 那你来这个面试的话 总得有些准备吧 这些企业你了解吗 做了什么一些功课呢 非议莫说 我几乎每期都看吧 你可以提几个问题之类的 正好就想大方 你刚刚说 其实主持人说 你想选择复化资产 可以告诉我 你想选择复化资产的理由吗 他是新来的 我是今天第一点了解的 我就摆住了一下 就是不包含的领域 非常多 四个领域 当时我摆住了一下 哪四个领域 哪四个领域 记忆力这么好 四个我心里面蒙了 看样子你还是没有做准备 还是有点偷鸡 还是没有做长足的准备 那没办法了 我现在要选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浪子回头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有点丧气嘛 表现非常差 那我开始选了 第二轮选择 去货磊 我现在要选择 去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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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应该说 他偷弃成功啊 如果我不说 他要选你 你会留灯吗 我其实刚刚一直 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 我说句实在话 我其实我内心 特别渴望 今天有一家企业 能够给他机会 我就是这个想法 我是这样想法 我想觉得 其实一个企业 除了有自己用功的 这样一个主则 如果说刚刚之前 我们为一个大学毕业生 然后为一个美女 就可以开除蛮高的薪酬 我想我们也有理由 有耐心给到一个 有可能想回头的人 一点机会 这是其一 谢谢 其二一个呢 我想说 其实大鹏刚刚讲了一句话 是我在犹豫的原因 是说他不去挑什么 所以我想跟他说 如果我会留下来 我想给的职位 不叫职位 是一个机会 这个职位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没有给你任何的岗位 你会跟着我 我们会在一起交流 一起沟通 然后一起共同地走一段时间 因为我还是觉得 大鹏我创业出身 我会觉得 其实你蛮有商业的秀学 岗位的名称 工资待遇 见习助理了 跟着我 然后这份工作 只是三个月的一个活 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考核 可以留下来什么 可以 薪酬四千块 四千块 但刚才那句话 我还是很认同的 可以为一个美女大学生的白纸 开出丰厚的薪酬 为什么不可以 给曾经有过往的人 一个悔改的机会呢 这点我还是挺喜欢 来掌声送给他 接下来是你要选择了 哥们儿一头的汗 现在是你选择了 好不好 请考虑 所以你最后的选择是 富华资产 或者是谢谢离开 富华资产 去拥抱他吧